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前挑战一日双塔 那经费打哪来呢 有议员就查出竟然有民间单位 是大运之友会的赞助 虽然柯文哲是解释费用不多 可是仍旧被质疑有违政治诚信 可是柯文哲在质询时却脱口说出了 坏人没有办法理解好人的作为 这让议员气炸了要市长立刻道歉 背起书包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议员质询 体验学生上学有多辛苦 但他背上背着的恐怕不是书 是他最沉重的市政包袱 没有对错 你既然要我们给局处首长做民调 那你也要有这个勇气 来给你的局处首长打分数啊 我也会答 议员要科长官为局处首长表现打分数 这下可让柯文哲好尴尬 想要努力维护下属 自己却在质询时 语出惊人被K的满头包 乖乖道歉为哪装 原来是议员拿出去年 一日双塔的支出费用 发现北市府竟然收民间馈赠 而且付钱的市大运之友会 李市长还是驻日代表谢长廷 议员连番炮轰指 以柯文哲收受私人赞助 完成脚踏车型显然有道德问题 不解释还好越解释越糟 就连拖了再拖的大巨蛋案 连民众都看不下去 有人直接写信建议柯文哲 却得到市府的这个回应 以柯市长正直诚信的个性 他坚持的社会正义 我们怎么会继续错下去 跟他妥协呢 他应该是造实讲 造实讲就对 台系托棚的大巨蛋案 在议会里依旧能掀起 一波波的口水战 有点TV客市张神牛派SNH小组 台北报道